中国西部,黄沙漫天,马思忍怒 从小跟父亲练武的孩哥遵照父亲遗嘱,前往双岐镇 寻找指妇为婚的妻子 一望无际的荒漠让孩哥倍感迷茫 他四处搜寻,只未找到一口水井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喝过水了 水井旁正在打水的人是游侠沙丽菲 身后冒出来两个蒙面人,把他吓了一惊 想要去拔刀,却被对方铜钱镖打断 好在两人只是行人问路,并无他意 沙丽菲带两人走远,博骂上两句 看来是真的下了不轻 非杀杨丽,孩哥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水井旁 不过看他是个孩子,沙丽菲也没戒心 并要他过来打水,顺便淘了些干粮 看到小孩,沙丽菲忍不住吹嘘起了自己 说自己靠着手上的流沙脚风刀 闯荡江湖,杀富极贫,除暴安良 看他的样子,也甚有游侠的风范 孩哥流露出了崇拜的目光 并且见他为自己带了这么久的路 就把接媳妇用的钱借给了他 明别前沙丽菲留下豪言 方圆五百里,有麻烦 到干套部来找我沙丽菲 嗨 孩哥顺着他指的方向 果然没多久就来到了双岐镇 双岐镇是一个安稳谋生活的地方 但也正是因为人多,经常会引来刀客寻仇 在这里决斗,不论生死都将被人流传 孩哥刚来到此地,就因腿上绑着双刀 被人误以为是刀客 说来这里为了找人,也没人愿意帮忙 甚至连收留他过夜的地方都没有 最后,在酒馆的门口握了一袖 第二天一早,酒馆的好妹开门营业 被门口的孩哥绊了一跤,甩哭在地 他的父亲出来对着孩哥一顿暴打 孩哥看到他是个瘸子,急忙跪下磕头 因为父亲曾说过,双岐镇瘸子的女儿就是你的老婆 但没来得及解释,孩哥就被好妹铜盆盖顶砸倒在地 而与此同时,村子里充满了杀气 臭名昭著的一刀心 来到此地 一刀心以杀人不用第二刀而闻名 杀人如麻,仇人无数 今天迎战的人便是前来寻仇的刀客 他寻了一刀心争承七年 可最终手起刀落,一刀就被毙命 他的同伴求饶 也没能从一刀心师兄的手中幸存 两刀,两人,两条命,就这样没了 孩哥被瘸子带回了家 得知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 瘸子曾经和孩哥的父亲一起闯荡江湖 自从左腿在刀战中被废掉以后就隐退于此 带着女儿开店谋生 回忆当年的叱咤 只剩一句金飞锡笔从嘴中探出 瘸子也知道他是来讨媳妇的 但孩哥如今是个孤儿 一没本事,二没手艺 他也担心女儿跟着受苦受罪 就拿他们年纪还小作为推托 让孩哥先在店里住下 好妹子时也看不上这个男孩 穿得破烂布说 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绊倒 气还没消,怎么可能有好感 深夜子时,孩哥习惯性地醒来 练习父亲教授的子时晋升功 瘸子偷偷瞥见 觉得这孩子或许能留着店里打打下手 从那以后,孩哥就以瘸子执二的身份 留在店里干活 瘸子把双齐阵的生存指南 以及做人三证交给了孩哥 并且让他把腿上绑了双刀卸下 专心干活 孩哥什么都医 唯独兵器也不能卸 这是父亲生前的嘱咐 头不离间,刀不离身 他这番话像个大侠 但自己连菜刀都是不好 除了让好妹嫌弃以外 啥也不是 瘸子倒不嫌弃孩哥 因为他的父亲是大侠中的大侠 曾经击败无数高手 围阵西北 听着瘸子大叔讲述父亲生前的英勇 孩哥再次露出了崇拜的眼光 但随着孩哥入住酒馆 村子里逐渐聊出了八卦 大人们倒算了 小孩子们说着不害臊的话 正好没听了 难为情 哭着跑回了家 商量着要赶走孩哥 瘸子也疼爱女儿 让他安心地睡觉 表示没有打算把他嫁出去 并且四日一早就开始为难孩哥 想让他知难而退 打消接亲的念头 瘸子把他带出屋内 准备俯辟阳牌 以表坐视之难 孩哥也跃跃欲试 只见他双眼微闭 小指轻轻一抬 双刀便出窍 而手挤刀落时 阳牌已经断成两半 这般利索 惊呆了身后的好妹 瘸子到时扔下斧头 扬长而去 他知道 孩哥已无形中继承了 他父亲的绝学 但也正因如此 心中更加担心 女儿嫁给他 因为闯江湖的都难有一个归宿 从那以后 好妹开始对孩哥刮目相看 愿意一起吃饭 也愿意随他放马 好似已经愿意把身子 取给这位大侠了 而随着两人的情感升温 瘸子却发起愁来 这天恰逢即日 不少人来酒馆吃酒 不过除了邻居街坊 一刀鲜的师兄也在店里 他多喝了两碗 酒精上脑 闯到了里屋 把好妹抱了出来 父亲急忙赶来 却被议长派倒在地 一屋子的人看着刀 架在老板的脖子上 却没一个人敢吭声 孩哥赶来 虽然是个孩子 但英雄旧美 他还是懂的 况且好妹是自己未过门的媳妇 情急之下 他被迫出刀 但一切发生的太过于突然 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只见到那人走出酒馆后 并扑倒在地 两个门徒确认了死亡 落荒而逃 村子里都沸腾了 不是因为海哥英雄旧美 而是因为死的人 是一刀仙的师兄 他们都知道 那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杀了他就像砍了一刀仙的胳膊 谁也难保他 不会血迹双旗阵 一刀仙的刀法一流 唯一能与之一战的人 或许已经不在 父亲连夜为女儿办理了婚事 两人不败苍天 不败地 只有一句生死与共 留损心肩 并且嘱咐两人 收拾好行李 明天一早离开双旗阵 只要三天之嫩离开大漠 就能躲过一死 可早上大家走出房门时 村里的人 却把他们团团围住 人是海哥杀的 他走了 很有可能就会殃及到村子里的人 他们跪了求海哥不要走 可那气势 怎么看也不像是恳求的样子 无奈之下 他们留了下来 但留下来 就和等死没有两样 瘸子自作安慰 说自家的事 理应自家承担 好没哭了 海哥坐在一边 无助地擦拭着手中的刀 看着刀 他突然记起了什么 曾经沙利菲许诺过他 有事都可以找他帮忙 海哥急忙收拾行李 准备去干草铺 找他帮忙 可人还没走 就有人报信 说他要逃跑 自从海哥杀人之后 村子里就人人都盯着 他们一家的动向 这次两人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村民们围着他们 指着鼻子骂 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 等住人骂累了 瘸子才挤出时间来解释 人群中也有人听说过 游侠沙利菲 觉得他有些橙色 或许可以一战 最后瘸子 拿着自己和好妹的姓名 作为担保 才成功让海哥离开双旗镇 沙利菲在甘草铺又喝了大醉 他欠了不少酒钱 还对着老板娘撒野 说自己杀富济贫 除暴安良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说着还拿出了手中的匕首 说那是银子做的 买下酒馆都不在话下 赶了一天的路 海哥也来到了甘草铺 沙利菲收了他所有的钱 十分痛快地 答应了迎战一道线 并告诉海哥 就算你不来 我也会去杀了他 海哥看他这样豪爽 心中充满了希望 就这样 他们彼此相约 两天后日上三竿 双旗甘下相见 一刀仙这边也得到了死讯 收拾了行李 准备捣毁双旗镇 海哥离开镇子的一天 好妹受尽了村子里的冷言冷语 他坐在村头 只想等着自己的海哥回来 没有他的日子 生活黯然失色 终于两人重逢 也把好消息带回了村子 村民们一改面孔 得知请到了沙利菲 海哥突然变成了英雄 他们举酒畅饮 相约明天一起看好戏 甚至有人拿着做了赌注游戏 好妹笑开了花 但父亲却开心不起来 多年的江湖经验提醒着他 明天必定凶多吉少 他找出了生锈的刀 将他磨光 但有希望永远都用不到他 第三天到了 双旗镇街上无比的安静 村民们都躲在暗处 等着看戏 日上三竿 海哥没等到沙利菲 首先抵达的 却是一刀仙和他的门徒 他坐在旗杆下 双手颤抖 动弹不得 看着一刀仙夺步逼近 煞气熏人 不禁流出了眼泪 此时好妹的父亲站了出来 他拔出了自己的兵器 冲向了一刀仙 一刀仙拔刀出窍 挡住了这一击 刀落实 已经击穿了他的身体 好妹跑了过去 趴在父亲身体上 痛哭流涕 一刀仙再次逼近 邻居站了出来 他还是个孩子 要报仇 等他长大不晚 杀一个孩子 又是你大刀客的体面 可一刀仙根本听不进去 一刀由蛇甩尾 此人栽倒栽地 看着一刀仙越来越近 一名醉汉走了出来 把湖中的酒 倒在了海哥头上 念叨着 自己就是游侠沙利菲 醉醺醺的 走到了一刀仙的跟前 又是一刀 雪光冲天 倒在了地上 他的酒 叫醒了海哥 他抹了抹因 恐惧而流出的眼泪 站在了一刀仙跟前 气韵丹田 双刀受到内力的牵引 走出了刀鞘 此时流沙脚风 飞沙走石 除了兵器碰撞的声音 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随后便看到一股鲜血 从海哥头顶流下 一刀仙摘掉了头沙 转头离去 和他的师兄一样 没走多远 就倒了下去 即使硬撑 也不过是多活了三秒 门徒见状 仓皇而逃 沙利菲却在此时赶来 原来 他一直在墙缝中偷看 是见到一刀仙败阵 才敢露面 他夺了一刀仙的配刀 还不忘找海哥 所要剩余的租金 而海哥对他 只有三个字 你骗我 沙利菲再次留下了豪言 以后遇到麻烦 到甘草部来找我沙利菲 海哥跪倒在岳父的身前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 他带着好妹 离开了双岐镇 离开了大漠 他不再崇拜侠客 不再相信侠义 只想带着妻子 远走高飞 再也不问江湖事 本部影片 双岐镇刀客 由河冰导演 上映于1991年 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发行 影片中的双岐镇 是实景搭建 在当年花费了20万元 电影成本的透支 令不少人丢了工作 其中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也因此被免职 为了让双岐镇更加符合历史 导演党人更是在河西走廊 走了一万里路 才找到适合的地方 他们的付出 无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在影片上映后的三年中 斩获了四项国内外大奖 同时也成为了 中国最好的西部片之一 本部电影不同于 其他的武侠电影 可以说武侠只是他的外皮 揭露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才是他的核心 作为一部划分为 动作类的电影 整部影片 几乎看不到对战的场景 最多的也只有 兵器摩擦时 产生的声音而已 不过江湖侠客的样子 却深深地映在了 我们的脑海中 不论是大魔装所用的 那枚铜钱镖 又或者是游侠许下的 豪言壮语 我们都能感受到 浓烈的江湖气息 这是导演的功力所在 或许也是他的刻意为之 我觉得和平导演 应该是不想让武侠对决的画面 占据太多的篇幅 因为他的本意 并不在江湖 而在人心 海哥就是我们生活中 注入社会的孩子 他不知道人言可畏 轻易地相信了沙里飞 并把钱都借给了他 甚至最后 把全镇人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沙里飞的欺骗 害死了三条无辜的人命 而双齐镇的村民生活简朴 靠着服务过客生活 但面对欺辱 他们却不敢反抗 即使有人替天行道 也还是担心连累到自己 他们每个人都在监视着海哥 我想最冷漠的人情 不过如此了 而海哥和好妹 两人情斗初开的故事 以及海哥的信守承诺 好妹的痴情等待的画面 则为影片增添了不少人性的光芒 两个孩子的真善美 与双齐镇村民的假恶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像好妹衣着的红棉袄 走在人群中一样 两人是最炙热的阳光 但仍然没能叫醒装睡的村民 村民们的冷漠 导致最后两人选择了离开 我想他们没有选择仗见江湖 而是归引了田园永不问世 这是一个悲剧故事 一个选择讨人避世的悲剧结局 就像鲁勋先生曾说过的那样 越是懦夫 越会欺负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群 对于凶兽 他就像一只羊 而对于羊 他就像凶兽 百号人的村子 被诗人不足的强盗所控制 他们就是一群羊 并且是群绵羊 而面对一个还没成年的孩子 他们又变成了凶兽 指着鼻子欺负人的凶手 他们的劣根 其实也反映了当时 中国社会存在的状态 气软怕硬 人情冷淡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软弱 但真正面对困难时 是否还会有人退缩 不久的过去 我们还有人在拿着 抵制日货的口号 砸毁同胞的汽车 最近的现在 面对华为危机时 还有人在拿着性价比 来鄙视同胞 那不远的将来呢 我在此不好猜测 不过我满怀信心 因为国强则民强 只要祖国复兴 就能民族振兴 那么未来依旧可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